说你看到这个堂卡 你把这个佛像就放在堂卡的下面 那你要关一下 这一尊佛就融入在你的佛像里面 融入在你的堂卡里面 最后所有佛菩萨都融入 然后你再放在你身上 好不好 所以你在家里有一个 代表所有佛的功德的一个佛像 或是一个加持物 所以等一下我们出家师父 先做示范供养 然后呢 那各位你就去找佛像吧 然后呢 看你喜欢哪一种佛像 然后你就供养一尊啊 然后所有的佛都融入等于开关了 然后全部都供养完 先放在前面 你要回去的再请回去 那等一下我们会念 欲佛记 这个欲佛记 唱的就是 我经灌木诸如来 就是我这个水 倒下去 静置庄严 功德海 那我们的清净智慧 显现出来 然后做所有的功德 无浊众生 离成垢 然后呢 也把这个供佛 欲佛的功德 让所有众生 都脱离烦恼 轮回痛苦 同正如来 敬法身 大家都一起 恢复我们的佛性 透过对佛的供养 事实上也对自己的供养 开发自己的佛性 当你念佛的时候 所有佛都在念你 所以请问小孩子叫妈妈 妈妈会不会应你啊 她马上来抱你 这就是佛陀的心 所以各位要多多的供养佛陀 亲近佛陀 所以佛陀说 妈妈永远在想儿子 但现在最大的痛苦是 儿子都不想妈妈 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痛苦 像孤儿一样 现在人只会想儿子 想女儿 想老公 他不会想妈妈 所以佛陀说 想着佛陀 将来一定到佛陀的旁边 到佛陀的净土 他让你称佛 所以各位在家里 最好有一个佛堂 然后呢 摆了很多很多 你喜欢的佛像堂卡 经典 那每天呢 你就 每一尊佛你都去供养 然后去想一想 哦 度母在想什么 哦 要师佛在想什么 你每天就一直在 因为你就天天在想着佛 佛也一直在加持你 所以佛陀说 你在这个世间 布施几百亿美金黄金 在这个世间布施 还不如在佛陀面前供一朵花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无上圆满的功德福田 你这样来供养佛陀 等于超过供养地球百千万亿的黄金 所以每一尊佛陀都用了一百节的时间 在修他的外表 那他的外表 你只要看到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功德 消无量的业障 所以佛陀就视线各种众生喜欢的外表 我喜欢杜姆 我喜欢白色的观音 我喜欢莲花生大事 他们都要用一百节 一节等于十几亿年 所以没办法算了时间去累积他外表的功德 希望我们来看到他欢喜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十四岁的小国王 他有一次来见佛陀 见完回去以后 下个月他又来了 他就跟佛陀说 为什么佛陀我见你一次 我回去一个月 结果每天我都想到你 做什么都想到你 很想见你 然后佛陀就告诉他 他说我的脸叫月亮的脸 为什么 因为我深深世世 不生气 慈悲心 爱众生 所以众生看到我的脸 就看到十五的月亮 所以这么样的亲近我 而且我就会给他加持 让他心里清凉 慈悲 所以各位你要 假设你看看你的手 来 手伸出来一下 然后看看佛陀的手 佛陀的手 每一个手很长 指甲还往上翘 然后呢 这个手指甲不用擦 什么红色的 因为它自然红红亮亮的 而且手非常的柔软 而且佛陀的手一合掌 中间绝对没有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生生世世 爱护生命 孝顺老人 慈悲 就得到这个手 走死都很长 所以每一个众生看到佛陀 都想归依他 都想归依他 所以你要有这个修行 各位再看看你后面 如果你的后面摸得到骨头 有血筋爆出来 代表你这个人都没有布施 而且很喜欢做小偷 赌博 所以那个手的血筋骨头 就会很多 如果你公司是这种会计 你赶快换轮 他会贪污 然后你再摸摸你的手心 佛陀的手永远热热的 而且皮肤很细很细 非常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代表深深四世 没有男女的情啊 欲啊 所以皮肤会很细 那为什么很红呢 因为深深四世 非常爱自己的父母 跟爱自己的敌人 所以他永远手脚都是红的热热 所以各位一定要会看佛像 佛像你每一个部分 你都要看得很清楚 他的眉毛 他的眼神 他的嘴巴的颜色 他的皮肤 你都要看得很清楚 佛陀说 如果你这样去看佛像 你内心一点点贪嗔痴 完全就会不见 因为你得到佛陀清凉的加持 各位要开始练习 看你的脸有没有越来越像佛陀 像观音菩萨 那有人说 为什么夫妻的脸长得一样 他们两个天天想来想去 完蛋了 上辈子想到这辈子 又下辈子又想来想去 所以他脸会长得一样 然后你的儿子也跟你脸长得一样 然后就不断的轮回 佛陀的像有32个像 80种好 合起来112 那各位都要去了解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像 所以像佛陀的舌头 可以碰到这边 各位你试试看 如果你能够碰到这边 已经不错了 三辈子没有骗过人 没骂过人 佛陀的眼睛 像牛王的眼睛 他不用像女孩子装一个假睫毛 佛陀的声音不用麦克风 这个世界有70亿人 只要在佛陀的净土 佛陀只要讲话 再远再远他都听得到 这个世界有200万语言 但是佛陀的声音在讲的时候 都变成他的语言 佛陀在讲话的任何一个声音 都变成进入在替他讲 比如说他心情不好 佛陀会针对这个法来跟他讲 所以佛陀讲话一个声音 所有众生 只要在净土的 都以为佛陀在跟我讲话 佛陀的牙齿有40根 各位回去算算看 你剩下几根 所以各位一定要研究 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心态 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方向 我为什么要学佛 佛是这样圆满的心态行为 所以我要跟他一样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在追求top 最高的 那学佛人就是在追求这个top the one 布达 因为他才可以充分的帮助所有众生 当然各位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要煮饭就煮最健康 最慈悲最好吃的 所以要用水要穿衣服都要想到 这个不是欲望凸显自己 是要让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解脱 就像看到观音菩萨的衣服 他这个庄严是让众生解脱的 而且各位开始学习走路要记住 走路永远turn right 佛陀永远右转 他不左转 就像我们转经轮 一定右转 绕佛塔右转 右转代表一种正 而不是邪 包括头发 回去看看你的头发 是不是每一根都右转 还是左转 因为这个右转 是一个大自然的原理 宇宙 乃至所有的这些 都是这样右旋 所以这就是走了真理的路 这样的意思 就像各位回去你去按手印 佛陀的十个手印都是右右转 包括各位你回去看你后面这边有一颗 后面有一颗 佛陀是百千颗 都是右转 所以佛陀不用烫头发 所以我这样说 人类都在追求高品质 很会读书 但是真正聪明的人 是追求成佛 因为这个成佛呢 他这个庄严 这个好看 可以让别人消业 这样可以让别人解脱 就像各位刚刚一碗佛也会滴三滴水 愿我的身体清净 将来像佛陀 愿我的语言不会骗人 讲佛陀的话 愿我的心没有贪嗔痴 充满了菩提心悲心 所以努力的生命最美丽 那各位一定要分分秒秒 每天都在努力的进化自己 努力的学习服务众生 所以佛陀从出生 成佛到圆满涅槃 都是在视线 给我们看做人要怎么做 所以有一句话叫 人成即佛成 学佛是一种人格圆满发展 然后来奉献众生 这才是学佛的意义 而且佛陀说 每一个佛都是由人而成佛 所以各位百千万劫 终于我们可以投胎来做人 那你要把握这个人生难得 好好的来修行了解佛法成佛 不要浪费这个人 赚钱啊 睡觉啊 最后死掉了 就浪费了 所以但是佛陀说 我们要帮助众生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有众生的痛苦 所以佛陀下过地狱 佛陀做过恶鬼 佛陀做过各种的动物 佛陀做过皇帝 做过神殿 佛陀通通有了 也感受到他的快乐跟痛苦 所以他才懂得怎么去帮众生 所以慈悲不是跑到很远的地方 你每天早上睡醒 就看到鸽子飞来飞去 在找食物 有时候你在树下 会看到蚂蚁也在找食物 所以你必须从你的周围 开始去慈悲 所以我们就说 家庭就是道场 你生活的地方 就是最好的慈悲的道场 所以各位你去公司上班 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 他们身上的优点你要学 这个叫学佛 然后他们身上的缺点 做不到的 我们帮他 所以整个公司就是你的 学佛的地方 从做老板到扫厕所 你都会 你都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为了自私说 我为了赚钱 为了退休金 我才在这边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从现在开始 做什么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这个动机是什么 我为了成佛 我为了让对方离苦成佛 以这个动机去做每一件事情 包括生小孩 人家问你 为什么要怀孕 因为我要创造一个未来佛 为什么要结婚 我要让对方成佛 不是一种欲望啊 感情的依赖 但是现在人就是一种执着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养一只狗 很爱它 后来那只狗生病死了 它就一直抱着它哭 你一定要再投胎再来 我要继续爱你哦 那那只狗舌头上有一个字 很容易认 结果后来它又去认养一只猫 它看到那只猫 舌头又有一个字 它就抱着它开始哭了 原来那个狗又来投胎做猫了 我说你这样就害死它 人家要去极乐世界 你把它哭回来 又是一只动物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男人的身体 但他是女人的心 所以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我没办法 我妈妈从小就把我 当作女儿来养 那为什么呢 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说 他说他之前生一个小孩 生下来一岁 后来这个小孩生病死掉 妈妈就哭啊 后来人家要把这个小孩埋葬了 他妈妈就用他的手指头指甲 在小孩腿写一个七 你一定要投胎再来 我要继续爱你 因为那个死掉的是女儿 结果后来他妈妈又怀孕了 生下来就是我这个朋友 是男生 结果腿上有一个七 所以他爱他就像变一个女儿 所以他现在变成很痛苦 他变成一个女人 外表是男人 我讲的是动机 这种爱就让他不断轮回 那各位在家里最好天天都要供养 事实上十根走指头就代表十供养 那各位以后要背 香花灯土水果茶食宝珠一合早就在供养了 养人习惯 但是各位你在家里每天都要观想 哦 供香 嗡阿虹 供花 嗡阿虹 供灯 嗡阿虹 一直练习 就像前面这十盘 你多看每个寺庙都会放 然后把它背下来 供香 供花 供灯 弄得很漂亮 那你以后你生生死死做设计家 穿衣服